气象术最新预报指出 抗锐台风今日 10月28日 上午20 位在台湾东南方海面 有持续增强为中台的趋势 也有机会变强烈台风 以每小时11公里速度 往偏西转西北的方向 朝台湾东方海面前进 近中心最大风速 每秒25公尺 七级风 平均暴风半径200公里 10月29日及30日 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之后可能发陆警 周四 周五影响最距 不排除登陆 暴风圈可能笼罩全台 而民众很关心是否会放台风架 气象术公布各主要城市及里岛 120小时 台风暴风侵袭几率 其中最高的是花莲县 侵袭几率达93% 而其他共13线市两地区的 暴风侵袭几率在9成以上 抗锐台风更往西修正 靠近台湾 天气粉专观气象看天气 上午9时30分 在脸书发文指出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刚刚出炉 热腾腾的最新预测 抗锐台风将于周五前后 从花莲登陆 桃园新竹交界附近出海 但路径还会持续修正 要持续观察 中央气象署 则指出 康瑞台风向西北西前进 明天开始北转 周四接近台湾东方的琉球群岛时 路径变化蛮大的 周三至周五台风距离台湾最近 而欧洲模式模拟是高压偏强的趋势 北转的角度没那么大 也较偏西 弱之后北边的高压 东退不明显 不排除周四起会更靠近台湾 预计接近台湾时 台风强度会达到中台上限 10月份的台风讲真的 要从这么远 跋涉千万里 然后到台湾来 除非这个高压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这个台风是在中间会转向的 也就是30号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东北风很强 冷空气就非常非常的强 带下来 风比较大一点 而且是北风又干又冷 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 在25号早上生成 而且目前是往西北方向来移动 是否会直复台湾 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加上青台台台美 正往越南方向来前进 未来是否会出现双台共舞情形 而影响台湾天气 资深气象专家李富城 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两个台风走得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升的位置不一样 一个是台美生成在 比较接近台湾的这地方 这个就比较远一点 靠到关岛离关岛 还要远 在这个纬度 这里是130度 140度 这150度 这145度 通常在145度这里生成的台风 它会远到高压的极限 慢慢从这个地方转向 当然有人说 它也许会到台湾来 不过10月份的台风 讲真的 要从这么远跋涉千万里 然后到台湾来 那除非这个高压非常非常的强 目前看不出来这种形态 所以这个台风是在中间会转向的 中央区的预报 跟各国的预报都差不了多少 会逐渐转向 现在是一个轻度台风 那台美一直是一个轻度台风 没有办法增强 因为这个地方环境不让它增强 所以它就是一个轻度台风 然后走回去转回来 转到这个地方 可能就变成一个普通低压了 所以没有转回去 但是未来的发展 也就是30号以后的发展 很难讲 说不定一下子就转到越南去了 然后就变成一个低压 就消失掉了 也许因为不断地有冷空上来 尤其是抗瑞台风生成以后 它往上跑 到了这种位置的时候 也就是30号的时候 我们这边的东北风很强 冷空气就非常非常的强 待下来 我讲过台风是一个热的东西 它是一个热带的产物 我们冷空气进来 就会把它消灭掉 也许它就在南海这个地方 就消声无及 那中央区区预测 30号台风在这个位置 我们吹的正好是东北风 高压下来 这里东北风很强 这边这个变成低低了 也就是原来的台美 转了一圈回来 变成热带地压 就已经减小了 对我们完全没有影响 因为它的位置在20度以下 假设它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台北下雨就会下得很多 那位置在这个地方对我们的影响就不大 而这个台风从这里就转上去 跟到封面就转到日本 南方对日本也没有影响 所以看起来台风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风了 因为台风靠近 东北气风增强 风比较大一点 台湾海峡的风 像这一次台湾海峡风大概是八几风左右 那会下雨吗 不太会 因为这个台风离我们寒远 它的云带不进来 所以它的雨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这个台风会下雨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东南风上来 我们这边吹的是东北风 是冷的 东南风上来是热的 热的东南风会爬到冷的空气的上面去 那你往北走的话 大家都是冷空气 而且是北风 北风是从北面来的 又干又冷 只是温度下降 下雨的天气不会太严重